中美貿易談判即將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 美國總統川普27日 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多位美國正要表達支持 感謝川普簽署新法案 也讓香港民眾在感恩節集會致謝 中共外交部則強烈地表達抗議 那麼這個法案的簽署有著什麼意義 對談判進程是否會產生什麼影響 一起來關注 11月27日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以及禁止向香港出口防暴裝備法案 簡稱保護香港法案 美國參眾兩院之前 分別在11月19日和20日 也通過這兩個法案 隨後遞交總統川普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要求美國國務卿每年評估香港 是否享有充分的自治和自由 以確定是否維持 美國給予香港的特殊地位 同時可以制裁侵犯香港自治和人權的官員 而保護香港法案則是禁止商業出口催淚彈等 非致命人群管制設備到香港 川普在聲明中說 該法案重申並修訂了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 明確了美國對香港的政策 並指導對香港政策發展的評估 川普在聲明中還說 我出於對習主席 中國以及香港人民的尊重 簽署了法案 制定這些法案是希望中國和香港的領導人及代表 能夠友好解決彼此的分歧 從而為所有人帶來長久和平及繁榮 多為美國政要也支持感謝川普簽署新法案 盧比奧在聲明中說 隨著上週 香港歷史性選舉 包括破紀錄的頭部焦慮 新法案非常及時地顯示了 美國對香港長期享有自由的強力支持 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納爾週三發表圖文說 感謝川普總統簽署我們兩黨的法案 支持勇敢的香港人民 並追究北京的責任 美國和香港站在一起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李時 推文說 毫無疑問 美國人民支持香港人民 該法案使香港人 國際社會和中共都清楚知道這一點 1月8號當晚 在港島中環愛丁堡廣場 香港人向川普總統 美國國會及美國人 給予的支持 表達感謝 謝謝美國讓香港人確與民主法案成為美國法律 川普簽署法案後 中國外交部發出聲明表示堅決反對 聲稱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香港政府發言人已在28號早晨表示 強烈反對其遺憾 目前中美正接近達成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川普簽署這兩個法案是否會影響協議進程呢 兩位學者專家都認為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的影響並不大 學者胡平表示 20號時 美國參助兩院已通過了這兩個法案 學者滕彪說 中美貿易戰不僅僅是一個貿易戰 它也涉及到更深遠的 更廣大的中美竞爭的背景 法案應該不會對其有巨大影響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28號表示 川普總統正式簽署法案 象征美國對港政策重大調整 在中美貿易戰下 仍會關注香港民主進程和人權狀況 他認為 這會在西方國家引起骨牌效應 優國等國家 會採取相應的舉動